大家好 今天是基建工程完成的第三天了 今天是周三 周一 我们只是把这个板插好以后 就没有再做多的工作 因为下雨了 然后周二我就是把这个网给绕了一下 这个网就是那个绿色的网格 就这个 然后我在上面又平铺了一层 这个铁丝网 这个是一个比较软性的铁丝网 它的单层的网洞也相对来说比较大 然后我绕了两层 因为我等一下要放这个石块在上面 把它掉下去 然后这个是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但是这个材质它其实是防止杂草生出来的 它并不是为了做防水尘而设计的 所以我有一个顾虑就是可能这个水 因为这个瀑布开起来的水下来的速度是很快的 可能会造成这个水下去不顺畅 我们晚一点可以做一个测试 那么如果说这个水下的比较慢的话 我会在上面打几个洞 然后让它有一个下去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泵里面呢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过滤的网的 那么希望这两个东西能稍微的防止一下 它被堵塞的一个情况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堵塞 而是这个水的水质变坏 因为它是一个死水 它像这样子泵抽上来的话 因为你也不可能天天开 所以呢这个水可能在一定时间 如果你有这个蜗牛啊 就是有生物体进去 然后呢又有树叶进去 会造成这个水的腐烂 然后呢现在呢是春天还好 到了秋天我们家这棵树落叶子太厉害了 然后就整片整片全是树叶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那么就是刚刚讲过这个防水层 就是防这个杂物掉下去的东西 我们到时候还要再看 如果说这个完全行不通 我会把它拆掉 然后呢再放一个别的这种像海绵 绿水海绵的一样的东西 那先试一试吧 那现在我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在这一个层里面 我铺一层这个防杂草的布 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面把这个桶拿出来以后 我发现有些虫 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这就是一个蜗牛 应该是叫阔鱼吧 然后呢我怕它 因为这里面毕竟还是有些缝隙的嘛 下面就直接是那个黏土层 所以我怕它倒是还是会爬上来 所以我会这样子铺一层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做这个事情吧 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我铺好以后的一个结果 好了我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布啊 我铺了两层后 因为这个布其实是很薄的那种布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有点像五藏布 然后呢铺了两层 这个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因为后面呢也是泥土 然后呢如果只铺到这个 它就下滑 所以我就把它盖过这个板了 那希望说这个也能固定在哪个地方吧 然后呢 现在我就在注水 注水大概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就可以待会开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现在呢通上了电 大家看到 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根猪呢坏了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根猪已经到了 晚一点呢我会把它换掉 那我要加那个网子呢 那道理现在大家应该能清楚了 就是第一个它这样子啪啪啪啪啪的水 就是很大的 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水呢会溅出来 然后呢就是会造成一个水这样的流失 所以呢现在来看一个全景 我呢会把地上这块板装上去 然后在装好的板上我再放石头 现在呢我把板给卡下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是不行的 它会溅出来 然后我会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 开一个口 然后让这个水呢就是快速的流下去 不会这么大的空间出来 现在呢我捡了一条口 大家能看到现在下面那个网子的一个提放 绿色的呢就是这样子树格的 树格的 然后呢这个铁丝网呢把它给包了一下 这样子呢对一个石头它是有一个不沉密的 然后呢现在这个水的一个 下去的一个位置就会好很多 不会有这么多的喷溅 然后呢我可能会把它稍微再减的大一点 因为上面我要覆盖装饰石的 所以呢问题不是很大看不出来 我现在呢铺了大概三桶这样大的量的那个石头 然后呢现在呢我把外面的玫瑰挖出来了 这是三株奥斯丁的玫瑰 看一下啊 这个是这个Benjamin的也是一种粉红色的玫瑰也很好看 我之前呢一直种在了外面 然后呢因为外面的话它不太能照顾到 而且现在外面也比较乱 所以呢我现在呢一共有三棵 我先挖了两棵出来 那其实我当时一共是买了有五棵 两棵有死掉了 然后呢这一棵是长得最好的 这一棵呢就长得非常不好 还有一棵是它们中间的一个规模 我现在呢想尝试一下 把这棵大的 我好累啊这个体力活 把这棵大的 种到这个位置里面来 我刚刚把草地这块挖掉了 然后把那棵小的呢 种到这个位置来 我会调整一下 可能会互换一下位置 看看我具体有多少操作的空间吧 我现在呢把这个根卡在了这个缝里面 这个其实它是很深的 这个有六十公分 但是呢就比较窄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水泥 但它下面呢又是粘土层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呢这猪苗其实也长得挺好的 等一下呢我会稍微修剪一下 我已经尽量的就是让它跟土一起挖出来了 但是在白弄根的过程中 很多土层都散掉了 所以我会适当地把一些 不太好的交叉枝啊 或者没必要的之前修剪一下 但是我会先把土先给它回填满 我现在呢装了满多的石头在这里面了 两株玫瑰呢我也把它已经种进去了 左边呢我种了一颗 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 就是一根上天的那株玫瑰 然后呢这个呢有好多个风枝在这里 然后呢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效果 那这个石头呢 我现在基本上呢是跟地面齐平 然后呢把那个下面的这个基底石 给已经藏掉了 那这一片草地呢 因为不停地在洗石头啊 再弄完都已经变成烂泥了 之后呢我会等它稍微干一点以后呢 我会撒一下种子 然后呢等一些种子先长出来 那现在撒它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人还在上面走来走去的 那种子会被带掉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晚一点呢我会再来录一个晚上的一个效果 可能没有前面这一滩烂泥会效果比较好一点吧 那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我会把这些玫瑰的一个枝给修一下 大家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玫瑰的枝都是往左边走的 因为之前它是在外面在那个方向的向阳性 那么我没有把它往这个方向种的原因 一方面是根的关系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不想就是走路会挡到 那这个枝呢因为根筋是有伤过的 上面有花苞的呢我都会剪掉 像这种新发的芽什么的我都会看一下 因为它都已经是要出花苞的芽了 然后看到上面有好多小的毛绒都是蜀公英 这两天蜀公英泛滥的 那好那今天的一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后的一个成果 那之后呢还会再做后期的一个视频 那希望大家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